回来节目的时间 香港地楼价高期 用过签卖买入一个单位的话 室内设计当然就不会那么麻烦 今天设计空间 会和大家参观大国序一号银海 一个1000尺左右的单位 室内几乎无一幅长生相同 幅幅各有特色 互主就希望屋的设计有少少 classic 的味道 但是有少少 modern 希望两种风格都混合在这里 所以我们叫这种 都叫 modern classic 的 style 所以在一些维生 一些装饰场那里 都会有一些classic 的味道 但是有一些部分 例如在天花 近天花的长生位置 又会有一些 modern 的装饰在这里 这个位于大国序一号银海的单位 建筑面积1000尺左右 单位客饭厅的长生 就有四幅不同的装饰场 电视机背后的长生 是纯白色皱纹的长纸 梳化背后的长生 就用了木板为身 并且以白色的首素漆木条去点绝 属于古典的设计 同时也隐藏了走廊入口 电接着饭厅这边的长生 就铺上了玻璃镜 感觉比较时尚 望真点不是一般的灰镜 而是中间夹了布料的玻璃镜 看起来的效果就更加丰富 不过功夫也不少 每一块一格格地订 要比好整个尺寸 是怎样照尺寸做出来 然后在现场再逐块黏上去 至于近大门口的一幅长生 就铺上了深色的橡木板 饭厅这幅装饰场 就用了一个橡木的木料 接着再做一些比较深色的效果 因为厅厅其实主色 都是黑白两种色 这边就会比较深色一点 这一个就是厨房的暗门 为了让这幅装饰场整体的效果 是统一一点 整幅会完整一点 所以会做了暗门 这一个格子的图案 会染色暗门比较好一点 静一点 由于没有改动过室内的间隔 厨房和浴室又没有需要翻身 地板铺的是复合地板 单位装修最大的开支 除了是傢俬 可以说是这些长身的装饰 连走廊位也都贴上了长纸 全屋有三间房 每一间的感觉都很不同 好像这一间BB房 贴上了带有蝴蝶图案的粉纸色墙子 感觉温馨 再加上球形首抽的衣物柜 以及好像树枝的灯罩 都令到这一间小朋友房 效果更加活泼 这一间屋主用来休息 玩下游戏机的房 其中一幅长身就铺上了鲜红色的墙子 令人感觉比较精神 和更加有活力 为了营造房间温暖的效果 主人仿天花为制作了假天花 假天花的效果是主要做一个浸光的效果 气氛 比较直接的灯射下来 会柔和一些 气氛会更好看一些 黑色的玻璃 因为有反光的玻璃 所以不会觉得太发挥感 加上本身这个单位楼底 一般都是高的 所以允许有空间 可以做一个假天花 浸光的效果 床尾有一幅画 看真一点 原来是另一款墙子 不过价钱也不便宜 要八千多元